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李延秋 欢迎光临新闻夜总会在K3来座会 谢谢四位好朋友 感谢 这个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的第一声枪响 竟然是谁都hold不住的大炮署长杨志良 不过这个杨署长今天倒是被新闻夜总会给hold住了 待会就会来我们现场加入讨论的大家 拭目以待吧 不过我们现在首先还是要来继续追踪一下 就是国民党要让立委给亲民党 让他们来让总统的这个内幕 今天最新的一个发展就是说 亲民党公布了这次国庆没有办法合作的 两大罪魁祸首 名单是第一名是罪人金普聪 第二名是杀手玉木铭 副宪长还公开的呼吁马总统说 赶快现在还来得及清军策 这样还可以等待到整合的奇迹 到底谁在放话要破坏国庆的整合 我想马总统应该要清军策 骄傲的攻击再三的破坏粉碎泛滥的整合 我想要为这次所有的后果负最大的责任 马总统应承担的喜马 希望赶快清军策 把不应该在身边的人把它清掉 不要再让这些放话来破坏最后整合的奇迹 无非就是想要弱化淡化 甚至于污蔑亲民党的存在和正当性 这位先生金普聪先生 他们这些小动作让大家觉得不止 国民党一直有心要谈 国民党一直有心要和 国民党一直希望跟亲民党还是变成盟友 可是侧面或后面或背面 就出现这个金马体制的人 他们动了什么刀 其实已经不是叫金小刀了 他们什么刀什么枪什么弹都拿出来用过 他当选之后到现在 我看到了台湾好像不是总统制 是帝王制 而且这帝王不是马先生马总统 而是好像是金普聪 我觉得什么事好像是他说了算 这是我今天最生气最最讨厌的一点 怎么会台湾民主变成这样子 这亲民党从老到小 口径一致啊 这金普聪真的是国卿破局的主因吗 扣扣 这是金普聪啊 跟他从老到小都是一样 那几个人的讲话语气 跟进来的宋先生是一样的 因为进来听说宋先生的脾气越来越古怪 这个画的是一个他非常清俊的幕僚 然后呢 情绪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波动 现在在他身边的人 都是只能跟他一起呼吸的人 叫他叫他退选或是要和平的人 全部他都不代理的 这是第一点 就是鹰派抬头了 第二点呢 老金有那么大的本事吗 可是现在就是 更没那本事 他们现在就是点名了 就是金嘛 这个在情报上错误 第二在战术上也错误 那个傅宽奇啊 他就想赶快那个连宋和 现在最想连宋和的是国庆里面 马宋和了 对不对 马宋和了 改朝贩代了 变成给他气的 马宋要和的 清明党里面最最害怕不和的人是哪种人啊 就是靠国民党吃饭的人 对不起 那那你如果希望马宋和 靠国民党吃饭的有好多类 对不对 被国民党派官职的 被国民党派公营事业的 可能让国民党让席位这个立委的 对不对 监委的 那这些人啊 当然是希望能够国庆能和 马宋能够和 那你老是在那边挑金小刀 你越挑就越没办法呀 金小刀 金小刀跟马英九是双胞胎呀 你挑了金普聪 对啊 所以他的战术也是错的 可是刚才 可可你讲说 宋先生现在 情绪不好 可是我倒觉得 你送出了46万份的时候 应该更加的笃定 现在应该就是意气风发 因为昨天 彪彪阿峰啊 他们青年团的团长来这边 他也讲说 现在是士气如虹的时候啊 那个小孩叫做 不知天高地厚 然后乳臭未干 好 江老师怎么样看说 现在确实 这个 我不知道他们 把这个箭头 对向金普 说清君侧 到底是这个君不好 还是个侧不好 我觉得这是言论自由啦 他可以这样讲 但事实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需要进一步的澄清 刚刚我姐讲说知己知彼 知己这两个字 我特别写了一对一对联 不是股师哦 不是股师哦 金先生跟马先生 大家知道他们是好朋友 可以大马金刀 半生交情 称没你 对不对 这双生子 真厉害呀 这个 刚刚听你在讲的 第二个 不记悔欲 满腔热血 愁知己 你看知己来的 所以基本上 这个国家跟国民 国民党这个党 他现在是二合一的 也就是说他的老板 就是同一个 叫马英九 你如果要谈的话 就针对马英九 我就可以 我倒觉得谈金姆冲 金姆冲有多少影响力 我们听听很多 那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影响力 也许有 但是还是无形的 所以我倒觉得说 如果现在是两党之间要合作 或者是两个人之间要合作 党的话就党对党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还有什么军吗 哪有什么皇帝吗 这皇帝很可能都下两个月 就被换掉了 现在还说 你赶快把你的身边亲一亲啊 不要耽误了整合的契机 这实在听起来 就算马英九是军 这个良人也叫军嘛 他军色还有裤子少 要不要去清 那不可能清的嘛 金普聪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让大家这样子的痛恨 其实金普聪 他也每次都讲出来 讲说举几个例子好不好 证明说 我是真的在做这些事 举几个例子嘛 好像大家也举不出例子 就一直说都是他都是他 理解看我是不是要我举例子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金普聪跟马英九 所有跟他们共事过的人 大概只要相处一段时间就知道 他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 这是可以肯定的 然后因此金普聪 满得到马英九的信任的 所以经常当金普聪出来的时候 刚刚江老师说 为什么副县长 可以代表宋省长 宋楚瑜先生呢 因为大家可以从他们的互动当中 看出那个信任关系 可是呢 如果你批评这个 你说金普聪没有职位 怎么可以常常传话 这个我觉得还有讨论空间 可是说这次的国清河 都怪给金普聪呢 我觉得这中间 在道理上就有点问题了 为什么呢 金普聪是为自己 而拒绝国清河的吗 请问国清河对金普聪 个人有什么特殊的坏处 是他个人必须要阻挡的吗 他显然不是为自己 而阻挡这个合作 清民党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金普聪 其实我们国清就合了 现在因为都是你 金普聪有动机 他自己一个人 要挡住所有的合作 故意在里面阻挡 如果你要这样子 把这个罪名 安在他头上的话 你必须要说一个故事出来 他挡住之后 对他个人有什么好处 我看起来倒像是金仙人士 在帮马先生思考选战的 各种利益之后 各种局势之后 要骂 要把这两位一起骂进去才对 你只骂这一位 怪怪 就是怪在这里了 那你就是讲 直接讲马英九嘛 对不对 大家都晓得金普聪 你再怎么做 也是必须要有马英九的支持嘛 现在就是说 他意思是说金普聪 只要你不在这边挡路 我们国清之间就合了 你的十一席立委就可以让给我 我们宋先生就退选了 有这样的逻辑吗 会这样的发展吗 这个运棚像看 隔山观虎斗 通常来说 只要有人讲国民党不好 我们就说对对对 不管他哪个观点 不过昨天跟彪彪阿峰同台 他从他口中讲到金普聪 那种怨队 到位会让我觉得意外 因为如果像刘文雄他们圈内人 国民党蓝营的圈内人 他们去怪金普聪 我觉得说不定他们有一些讯息 或什么的 那应该阿峰应该算是很局外人 那我也不晓得他对 我对金先生有那么重要吗 你去问路边 随便问一个社会的社会人士选 你说金普聪 他来做哪些坏事 哪些什么样的 让你觉得不高兴了 我认为99.99% 没有一个人讲得出来 那如果你一直说下来说 到底亲民党 他如果今天计较的是 国清不能合 到底要怪谁 我的答案跟各位不一样 我认为要怪宋出席 对 对 因为2000年跟2001年 国民党立委大败之后 我认为国民党还存在是个怪事 2004年联颂和之后 我认为亲民党还存在是怪事 那当初我们认识的亲民党 那个阵容坚强的那个团队 都已经在国民党里面 当立委当立委当官的当官 那个亲民党已经不存在 只剩一个宋主席 我觉得他很有力量的 都给我的子弟兵去当官 吃香荷辣都有你们 我宋主席我留着 我退休嘛 那你觉得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责任 国清不合 亲民党该走的股价都已经走了 干部都走了 就剩一个主席还存在 主席退休就没有亲民党了 我相信这个社会认为 泛兰已经大团结 泛兰已经整合了 所以如果没有宋主席 你不愿意国清合的话 那今天不会有些问题啊 一个政党的存在与否 或者是能不能发展 要靠另外一个政党 让一些东西给我们 你不让 我就给你捣蛋 你让了 我们大家就还可以相安无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 没有法学思考的 万圣节的时候才做的事情 万圣节过了 就靠自己了 等一下 万圣节很重要的一句口号 你忘记了 不给糖 就捣蛋了 我看起来是都给糖了 你觉得糖都已经给完了 那大家分道扬镳嘛 没那么好讲 这还有我觉得 傅县长讲了一句很妙的话 就是说 他们只是叫你清君策 马英九 你赶快把你身边 不应该在你身边的人 赶快轻走 轻走完了以后 我们还有国清合的契机 然后马英九现在说 好 我让实习好了 我让实习 我让什么 你可以 大家可以看看 我 我叫蔡正元 让给黄珊珊 我叫小奶昕让给陈振胜 让赖世宝让给李瑶 好不好 郑立文也让 江启臣也让 黄昭顺也让 我通通让他们让 最后马英九 昏了就让 你自己也让算了 那马英九你就自己让 让给宋楚瑜选算了 对不对 就根本不用选了嘛 我住文山区啊 如果国民党真的叫赖世宝 为了马英九的大局 退下来让给李瑶 我看马英九也不用选了 因为如此优秀的一个立法委员 你怎么可以用这种为了自己 私下把一个优秀委员桥掉 不过啊 现在两个党对外 都是否认有做这种交换的 哦 那我们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那后面我们就来 就来追 到底有没有这样子 提出这种的交换之说 我们待会来追踪 休旅车 远去楼位 我们 酷佩 挑动上市 Land Driver 哇 哇 小闻 哎 它是什么 哎 哎 这么主持人是想好喝啊 高品质乳香释佳 以日本脱氧技术 降低生乳含氧量 让鲜乳美味升级 带来满意的微笑 每位小姐 微笑满意 高品质纯鲜乳 就像是家 現在就讓你體驗3D 太太就3D耶 NO 是讓全家人都能享受的3D優惠 現在他們好到亞太就能享有3D 第一D 月出最低256 第二D 小孩同行 網內簡訊也免費 第三D 連夜也來辦 月出只要88 亞太電信也不只網內免費 现在还有全家的3D专案 所以比亚太更便宜 亚太电信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新闻夜总会 纽约家具设计中心